第1421集 宋舒航每次作死之前都先做好心理准备 计算好代价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深思熟虑后才会考虑作不作的 在魂魄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进入封闭空间的 再者复活金币的冷却时间都还没到 他目前死不起 想到这些宋舒航的魂魄向地上的肉身躺去 魂魄离体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灾难一样的经历 一个不小心魂飞魄散身体就会变成植物人 苦不堪言 但是对于修士 特别是五品金丹灵魂来说 魂魄离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于金丹修士来说 这叫原神出鞘 宋舒航晋升五品后 就可以使用这个五品天赋类能力 不过他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尝试 所以就算他的魂魄因为外力出窍了 只要躺回去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宋舒航的魂魄躺回自己的肉身中 这时他突然发现 有东西跟着他的魂魄一起 钻回了他的肉身中 多瘦 宋舒航心中一动 难道封闭之门将他的魂魄从肉身中拉出来后 还会趁机夺射他的肉身 想夺射他的肉身 哈哈 他的肉身有庞大的功德之力 具现化的阿锦分成仙子护体 内有四合灵鬼守护 还有一圣一魔两大圣印 再加上他修炼的儒家金刚身家圣渊龙力神功 就算九品劫先想夺射他的肉身 也要掂量一下能不能应付如此庞大的功德之力 和双胜印的威胁 让我看看 看进入我肉身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宋舒航道 他意念一动 很快发现了进入他身体的东西 准确来说 这东西并没有进入他的身体 而是附身在他的太阳纸上 同时一个意念传递过来 啊 断网了 为什么断网了 所有的消息都发不出去 没有信号不能聊天不能上网 怎么办 简直逼了咸鱼了 宋舒航没想到会收到这种内容 一时不知作何反应 唉 我本来就已经像一条咸鱼一样了 如果断了网的话 我连咸鱼也做不下去了 没网络的咸鱼 就仿佛失去了梦想 毫无价值 宋舒航认出了这个意念的来源 是你 咸鱼大佬 啊 不对 是你 田天岛主的残魂 和他的意识一起进入肉身的 是田天岛主的残魂 田天岛主的残魂 不知为何从电脑中爬了出来 钻入了宋舒航的功德食指中 咦 通网了 咸鱼大佬的声音中透着惊喜 他似乎感应到了宋舒航的意识 但片刻后他又开始疑惑了 奇怪了 聊天见面呢 宋舒航的 不啊 还没有通网 还没通网 天哪 断网要断到什么时候 疯了 田天岛主的残魂回复 宋舒航的 如果你继续待在我的功德手指上 你永远都连不上网 永远不能上网 田天岛主的残魂沉默了片刻后 又认真的 让我死吧 田天前辈的网瘾很重啊 或许 他需要特殊的治疗 宋舒航暗自在心中吐槽着 又平静开口 回去吧 田天前辈 现在封闭空间的笼罩已经散去 回去后你应该就可以重新上网了 说吧 他蹲下身来 将功德食指放到电脑主机边上 也不知道导主的残魂能不能回到电脑里去 原本就已经是残魂了 再这样来回折腾 会不会有消耗啊 宋舒航心中有些担心 田天岛主的残魂 很顺利地从宋舒航的功德手指上离开 残魂化为一个毛茸茸的光点 往电脑主机中挪去 宋舒航见状 暗暗松了口气 他随身携带的前辈仙子已经够多了 暂时没有要增加随身携带田天岛主的想法 所以岛主若是能够回归电脑的话 就再好不过了 田天岛主的残魂靠近电脑主机 但是又被弹了开来 宋舒航眨了眨眼睛 诶 怎么回事 为什么田天岛主被弹出去了 毛茸茸的光点没有放弃 他再次往电脑主机钻去 但他才刚靠近电脑主机 就又被弹飞了 显然田天岛主的残魂被他自己留下的保护阵法给抛弃了 不知为何 宋舒航觉得心有些隐隐抽痛起来 他想起了自家的永不陷落的圣城 于是望向田天岛主残魂的目光中带上几分同病相怜的情绪 唉 田天前辈 你还是先附到我的功德手指上吧 宋舒航的 在田天前辈复活前 就先随身携带田天岛主一段时间吧 反正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毛茸茸的光点却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无法上网的闲语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田天岛主的残魂继续往电脑撞去 宋舒航叹了口气 伸手捉向田天岛主的残魂 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再撞下去的话 田天岛主的残魂都要完蛋 到时候就真的连复活的希望都没了 宋舒航轻轻地抓住田天岛主的残魂 期间他的手腕不小心撞到了电脑主机 刹那间有一种强大的反弹力作用在宋舒航的手腕上 宋舒航疑惑地皱了皱眉 不对呀 田天岛主的电脑主机 没有这么强大的反弹保护吧 而且他手腕接触到电脑主机的时候 就仿佛撞到了一层无形的墙壁一样 一种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 宋舒航伸出手指 用力戳向电脑主机 咚的一下 一层连衣荡了开来 电脑主机和他之间有一层无形的墙壁阻挡 让他无法接触到目标 封闭空间 但是封闭空间不是已经退回去了吗 他的核心世界和现实间的通道也重新连接上了呀 宋舒航抬头 利用儒家圣人之眼往那个空间节点望去 在那里 封闭空间锁化的大门依旧存在 宋舒航立马沟通自己的核心世界 核心世界这次没怂依旧存在 那我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呢 宋舒航皱着眉头往自己的手机抓去 咚的一下 他的手指还没接触到手机 就仿佛撞上了一层无形的阻碍 不仅是电脑 手机 现在天天捣住房间中的所有东西 宋舒航都无法触及 就仿佛宋舒航和这些东西 处于两个不同的维度世界一样 宋舒航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 越发沉重起来 我不会已经被卷入到封闭空间中了吧 或许在他魂魄和肉身分离的刹那 就已经被卷入了封闭空间中 若是如此的话 那眼前的这扇门会不会就是离开封闭空间的通道呢 要通过他离开吗 宋舒航想到这里时 静缺的眼前这扇门仿佛是越发具有吸引力起来 哼 鬼才会进去的 宋舒航呵呵一笑 带着天天捣住残魂回归了自己的核心世界 只要核心世界没怂 就是这么强大 就算核心世界的出入口被限制在封闭空间内也没关系 宋舒航的核心世界还连接着白钱被吐的邪连世界 所以他还可以通过邪连世界为跳板 先到九幽世界 再从九幽世界跳回到现世 嘿 我有后门我骄傲 有本事你咬我呀 顺利回归到核心世界后 宋舒航心中一阵踏实 他先回到了活拳边上 活拳拥有特殊的恢复效果 既然他连楚歌主的身体也能恢复 说不定也能滋养田天捣住的残魂 活拳中 楚歌主正在发呆 他双眼茫然地盯着天空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楚前辈 我先将点点倒主的残魂放到活拳边上 你帮忙照顾一下他 宋舒航道 楚歌主毫无反应 仿佛根本听不到宋舒航的声音 楚前辈 宋舒航伸手在楚前辈的眼前摇了摇 但是楚歌主仿佛根本看不到他一样 毫无反应 宋舒航心中一凉 那个封闭空间 不会侵入到他的核心世界了吧 但是核心世界是他的底盘 是第三天道的作品 如果封闭空间已经侵入这里的话 他不可能毫无察觉 宋舒航一边思索着 一边伸手点向楚歌主的脸颊 嗡的一声 虚空中荡起一阵涟漪 宋舒航的手指无法触碰到楚歌主 活拳中的楚歌主突然瞪着眼睛四处寻视 奇怪 总感觉有人在戳我 他轻声道 宋舒航皱起眉头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或许一边的不是核心世界 而是他 宋舒航这个个体 他的身体受到影响 对于现实和核心世界来说 他仿佛处于另一个维度 我真如此的话 想到这里 宋舒航伸手往楚歌主的脑袋摸去 虽然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但宋舒航的手看上去的确在摸楚歌主的脑袋 嘿嘿嘿 早就想这么干了 活拳中 楚歌主浑身不自在起来 他不断地换着位置 但总感觉有人在摸他的头 无论他怎么躲避 都避不开那种感觉 楚歌主一阵气闷 鼓着脸颊沉入到活拳的底部 宋舒航笑呵呵地收回了手 接下来去找白钱被吐吧 虽然白钱被吐一直说 有事没事都不要打扰他 但现在事态严重 他感觉自己有必要召唤白钱被吐现身了 说不定这个封闭空间状态 白钱被吐也会很赶 第1422集 宋舒航带着甜甜倒主残魂 来到核心世界的一块草坪上 这里是核心世界最初诞生的地方 也是邪连世界第一次连接上核心世界的地方 每隔一段时间 邪连世界和核心世界就会随机产生一条通道 最初的时候 聪娘就顺持了条通道跑到白钱被吐那里过 不过今天邪连世界的通道还没有开启 没办法了 只有手动召唤了 白钱被 白钱被 宋舒航大声叫道 白钱被吐没有回应他的召唤 宋舒航又试着叫了一会儿 白钱被吐就像没听到他的叫声一样 难道当我处于这个模式的时候 连白钱被吐也无法感应到我吗 宋舒航心中暗道 这个奇怪的维度模式这么屌 连九幽主宰都能屏蔽 若真如此 恐怕这封闭空间和天道有关 否则的话 不可能连白钱被吐都被影响到 宋舒航捏着下巴思索起来 不太妙啊 如果无法联系到白钱被吐 我就得一直处于这个模式中 到时候能和我交流的就只有 天天倒主的残魂 我会疯掉的吧 但是 如果这个模式真的连白钱被吐都 感应不到他的话 那等过几天 邪连世界和核心世界的通道开启 他是不是就能顺着通道去找白钱被吐 看看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反正白钱被吐也感应不到现在的他 到时候 说不定能意外看到白钱被吐很多的小秘密 再深入想一想 如果白钱被吐也看不到他的话 那就代表着胖球也看不到他 所以 他顺便还能去找胖球 看看他最近在搞什么阴谋 想想就感觉刺激 想看就看 连九幽主宰的秘密都能随便看 是不是很屌啊 而且 还是两位九幽主宰的秘密 拿出去都属于千金不换的3S级情报 如果以后能遇上什么都能卖大佬 说不定还能将情报卖给他呢 到时候你被胖球弄死了 别怨我 胖球本来就想要得到你 你自己送货上门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白钱被吐的声音直接在宋淑航的脑中响起 呃 这就尴尬了 宋淑航揉了揉脸 甘笑着出声 呃 白钱被 您 您来了 您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从你想着要去邪恋世界偷看我在干什么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你了 白钱被吐语气平静 这下宋淑航觉得连身体都变得僵硬了 毒心术这种东西一点隐私都不给人留啊 他日我若为天道 定要让毒心术从诸天万界消失 白钱被吐呵呵了 宋淑航道 白钱被别毒心了 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聊天了 我没用读心术 看着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白钱被吐到 宋淑航沉默下来 除了心知口快外 我还要再加个连夜值的属性吗 正说话间 邪恋世界和核心世界的通道打开 白钱被吐的投影体 从邪恋世界中钻了出来 只见白钱被吐的投影体身上 披着一条让宋淑航感觉到眼熟的被单 宋淑航不禁揉了揉眼睛 等一下 这条被单 莫非就是那条什么都能卖大佬的被单 白钱被 什么都能卖大佬捉迷藏游戏输了 宋淑航疑惑问道 算算时间 感觉什么都能卖大佬 应该已经挨过游戏时间了吧 说起来 那交互比较能读 最后还真的藏到了游戏结束 我都没有抓住的 他身上的被单 的确不同凡响 白钱被吐回道 那您身上的这条被单 宋淑航指着他身上的被单问道 啊 就是他身上的那条 白钱被吐道 宋淑航一脸懵逼 白钱被吐不是说过了 若是什么都能卖大佬赢了捉迷藏游戏的话 他就会放弃捕捉什么都能卖大佬的吗 你们还真信我的话呀 我可是九幽主宰啊 我的话你们也信 我说放弃捕捉了 你们还就真信我就放弃了 什么都能卖 在游戏结束后不久 就出来和人交易了 于是就被我捉到了 白钱被吐笑了起来 宋淑航无语望天 这时候我要说点什么才好呢 白钱被吐说得真的好有道理啊 九幽主宰的话竟然也信 哎 既然相信了 被吭了也不能怪任何人呢 宋淑航望着这条被单 有些怜悯 又有些负罪感 因为这条被单 很可能就是什么都能卖大佬的本体 这条被单比较有意思 我研究了好几天才研究出它的原理了 现在正在制作房品 等房品制作出来后 这条被单就可以还给什么都能卖了 白钱被吐一边说着 一边得意地抖了抖被单 哎 这不是什么都能卖大佬的本体吗 我还以为它是被单精 宋淑航威绝惊讶 白钱被吐挑眉 被单精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啊 原来什么都能卖大佬 不是被单精吗 好了 我没时间和你浪费 最近忙得要命 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白钱被吐问的 宋淑航连忙指着自己的 哎 白钱被你看看我 我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物品境界四合金丹 白钱被吐回的 不不不 我不是说境界 我是说我的状态啊 我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封闭空间模式 现在的我无法接受到现实的任何东西 甚至连核心世界里面的其他人我都无法接触 而且别人也看不到我 刚才连楚歌主都无法看到我 他可是长生者境界 认真来说 他现在是半步长生者境界 还没紧身完成 就被打断了 白钱被吐到 哎哎 这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我的状态 这种特殊的状态 白钱被您知道吗 没见过 这种状态的确比较特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白钱被吐到 那有解决办法吗 解灵还需寄灵人 你是怎么变成如今模样的 就去逆转变回来呗 白钱被吐到 宋叔航到 白钱被不能解除我这种模式吗 用时间逆转的手法或许可以搞定 不过具体要怎么搞 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白钱被吐到 但是现在我要研究的东西很多 忙不过来 而且胖球已经找到我的旧老巢了 我正忙着坑他了 对于白钱被吐来说 坑胖球比解除宋叔航身上的状态 要更重要得多 宋叔航沉默下来 忽然想不到要如何继续开口了 嗯 如果你要去逆转自己状态的话 这条借你 白钱被吐伸手从虚空中 拉了一条黑色的被单出来 扔向宋叔航 这是失败的防品一号 虽然是失败品 但对你来说 它的效果应该还不错 宋叔航伸手去接那条黑色的被单 可就在他的手要接触到被单的时候 那层无形的杖壁再次浮现 令他无法触碰到这条被单 宋叔航无奈地叹了口气 敏唇望着白钱被吐 你这个模式还真是麻烦 白钱被吐又抓回被单 算了 走吧 宋叔航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我陪你去县市看看吧 正好也可以实验一下这条被单的效果 白钱被吐裹紧身上的被单 这条被单很特殊 什么都能卖带着他时 连白钱被吐都无法锁定对方的位置 现在正好可以试试 裹着他的画在现实能发挥出多少的效果 白钱被吐你要陪我出去 宋叔航觉得太惊喜了 原本他只是想找白钱被吐 看看有没有关于封闭空间的线索 有没有解决他身上这种古怪状态的方法 可没有想到 白钱被吐竟然愿意陪他出去处理封闭空间的影响 这简直是买一粒芝麻去送了一个大西瓜呀 趁着白钱被吐没有反悔 宋叔航意念一动 核心世界打开 宋叔航和白钱被吐出现在了田田倒主的房间中 田田倒主的房间和之前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 电脑显示器上还显示着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正在聊天的内容 白钱被吐出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封闭空间之门 这扇门上带着和宋叔航身上一样的气息和状态 这是类似阴影世界的空间 不对 等级上似乎要更高级一些 倒是有点意思 白钱被吐出声道 走 我们进去 直接进去没问题吗 宋叔航道 之前我的分山被卷进去的时候 直接被碾成了粉末 别浪费时间了 我赶时间 白钱被吐伸手轻轻一推 宋叔航的身边便浮现出一层连衣 但这层连衣根本无法挡住白钱被吐 一股力道作用在宋叔航身上 将它拍向那封闭空间之门 紧接着 白钱被吐同样踏入封闭空间之门内 两人消失不见后 封闭空间之门便随之关闭 也消失不见了 片刻后 在天天岛主房间的角落 叶斯的身形显现 不过此时的他并不是实体 而是一种投影状的 书航消失了 然后另一道气息 是那位可怕的白钱被吐的气息 叶斯轻轻嗅了嗅 便放下心了 如果宋叔航是和那位可怕的白钱被吐一起的话 他就不用担心了 投影消散 叶斯的本体出现在一片金色的沙漠中 在这片沙漠空间内 有一座座黄金雕像助力着 叶斯脚踏虚空 几个跳跃后便降落到一尊巨大雕像的手上 这座雕像是一尊头戴凤冠的仙子形象 是远古天庭摇齿女帝成林的雕像 在成林雕像的边上 立着一尊先锋道骨的道人雕像 有一位红袍的道长正坐在雕像的手掌上 闭目鸣响 那道人的头顶有一轮明月般的光轮 散发着道的光辉 修炼者只要看到这光轮 心头就能涌上种种感情 光轮就如同是镜子 无论哪个等级的修饰 在看到这道的光芒时 都能从中映照出自己 再结合道的光芒就能得到不同的感悟 这是独属于长生者的象征 若宋书航在此的话 就能认出这位道人 他就是赤霄剑的主人 焚天火焰刀的创造者 赤霄子道长 即使在长生者中 他也是顶尖的级别 在叶斯的对面 立着一尊儒家修炼者的雕像 在其掌心上 坐着一位看似疯癫的儒子 他衣冠凌乱 就连脚上的鞋子都只穿了一只 此时他正捧着一卷圣人经书 默默地阅读着 他是儒家十二劫先之首 道子 在远古时期之前 他就已经是劫先修为 而且在儒家十二劫先之首 儒家大劫之后 他就处于疯癫状态 一直在大海中狂奔 而现在 他的头顶同样有一轮明月般的光轮 道子同样已经是长生境界 甚至没有人知道 道子是何时踏入这个境界的 在道子雕像的边上 则是一尊肌肉发达的金刚之像 只要看到这尊金刚之像 叶斯心中就会涌现一种感觉 仿佛全世界的肌肉 都长到这尊雕像上了一样 金刚一手竖掌 一手平身 平身的手掌上坐着一位同样金灿灿的僧人 这僧人的模样和当初送木头前去营救楚歌主的时候 有几分相似 但这僧人却并不是送木头 僧人双手合十 默默念诵着经文 在他的头顶同样浮现着长生者的大道光轮 北方道友要过来吗 这时赤霄子抬起头来 微笑着望向叶斯 北方前辈不愿意和我见面 叶斯回道 在座的都是长生者大佬 就他一个六品小萌新 压力巨大 他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他代表的是成林 同时在场的长生者 也都是第一次聚集于此 这时盗子放下经文 出声道 事先说好 我同意参加这个天道必须下台联盟 但我的目标只指天道 嗯 频道的目标 是想培养一位天道 如果盗子盗友有这个机会和能力 频道甚至可以成为你的助力 赤霄子出声道 当年自己突发奇想 竟然感觉那株葱能够成为天道 现在想想自己当时肯定是抽风了 第1423集 在场的几位长生者 还有几位没到场的 都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才聚集在一起 到此要成为继圣人之后 第二位镇压诸天万界的人物 并且要登顶为天道 他要将儒家再一次带上诸天万界的巅峰 所以当今的天道绝对不能恢复 赤霄子的目标是培养一位天道出来 和其他长生者不同 他对天道之位毫无兴趣 事实上 连赤霄子本身都很疑惑 为什么自己一听到成为天道就完全提不起劲了 事实上赤霄子这一生做了很多的布局 在很多大气运修士的身边都留下了缘 甚至还亲手培育了许多修士 比如 葱娘 而那位将全世界肌肉都长到自己身上的金刚大师 则是和当今的天道有救怨 他的目标是向天道报复 至于具体结怨的过程 没人向他问起 他也没说 成林仙子就不用说了 远古天庭的毁灭者之一 搞事能力一流 若要阻止天道恢复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阻止远古天庭重建 到此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拍着圣人经文 是 叶斯出声回道 我有一个问题 这时 那位一直冥想的金刚大师突然抬起头来 叶斯道 大师请说 联盟的名字能改一下吗 这名字听上去太傻气了 金刚大师认真道 叶斯双眼明亮起来 泪水不断地掉落 这下金刚大师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只是木带疑惑地望着他 我 我说错了什么吗 我早就想改这名字了 但是你们没人提起 我也不方便说这事 我支持改个名字 叶斯道 名字之类都是虚的 我无所谓 到此沉生道 只要能将当金天道拉下台 就算联盟的名字是大便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 虚名对他来说完全没意义 宾道随意 赤霄子微微一笑 过几天他要去将赤霄剑取回来了 等他们真正开始行动后 他的本体也会进入那个类似天道小黑屋的空间 断绝诸天万界所有人对他的印象 然后 说正事吧 金刚大师抬起头来 阻止远故天庭重建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将复苏的天地给拿下吧 继圣人之后 另一位镇压诸天万界的存在 就是天地 我对他也很感兴趣 只是不知道复苏后的他 还留下多少的实力 到此紧接着开口 那么 我们断七的行动就确定下来了 先将天地拿下 这时沙漠中又有一尊神像升起 这尊神像面目猙獰 是一尊太古魔像 在这尊魔像上 立着一尊八臂古魔 他的脑后同样浮现着长生者的光轮 八臂古魔现身后望向道子 我对天道之位没兴趣 如果谁有兴趣 我也可以成为他的辅助 我只有一个条件 无论是谁晋升天道 请解除我族人身上的诅咒 在场的诸位道友中 目前只有道子对天道之位有着强烈的渴求 道子微微点头 算是硬撑下来 另一边 封闭空间里 宋书航和白仙被吐穿过了空间之门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灰色调的世界 整个世界都显得死气沉沉 没有生机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天天道主的房间 无论是电脑 布满房间的门 甚至是地上宋书航的那只手机都一模一样 只是所有的一切都只有灰白两种颜色 就像是灰白掉的黑白漫画 就像是将整个天天道主的房间复制过来了一样 宋书航试着去沟通自己的核心世界 结果不出他的所料 核心世界被屏蔽了 在这个封闭空间中 核心世界无法开启 好在这次有白仙被吐陪着的 就算核心世界打不开 也不用担心 宋书航自我安慰着 走 出去看看 白仙被吐卷着被单向房间外行去 宋书航紧跟在他身后 房间外 有一道道铭刻着符文的大门 不过这些大门此时都处于开启状态 白仙被吐和宋书航来到了仙府外 这仙府的模样 也和宋书航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到空中去看看 白仙被吐轻轻向上跃起 升到空中 宋书航跟着他脚踏虚空 腾空而起 升到高空后 他便看清了甜甜岛的全貌 整座甜甜岛都是深灰的颜色 就连包围着甜甜岛的海洋 也变成了灰色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 宋书航觉得疑惑 在他身边白仙被吐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阴影世界 类似于主世界的影子 现在看来他还隐藏着更有趣的东西 啊 更有趣的东西 一些让人很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那什么 又比如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另外你再看那边 那边还有那个 白仙被吐抬手在这个灰色的空间中 不断地指着 不时地夹杂着一些远古语言来描述 酷乎 因为都是乱码 就用那个代替了 宋书航一脸懵逼 完全听不懂白仙被吐在讲什么 蒙星围观大佬谈话 而大佬苦中不时吐出的专业词汇 让蒙星诛急 不过 宋书航仅凭直觉 也能肯定 那些他听不懂的 都是很高大上 很厉害的东西 不明觉厉 另外 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或许 这个空间和我有关 白仙被吐终于总结发言 啊 是白仙被吐你的实验品 宋书航问道 准确来说 可能是另一个我的实验作品 白仙被吐道 宋书航用右拳轻轻捶了下左手 哦 是不是那位说不干就不干任性的天道呢 他一直在猜测着这件事情 如果说 每一位天道在成为天道后 就会在九幽产生一尊对应的九幽主宰 那这一任的胖球天道对应了九幽液体胖球 而理所当然的 白仙被吐对应的就是上一任说不干就不干的天道吧 你最近的修为只是提升了几个金单 可八卦知识倒掌握了不少 白仙被吐道 宋书航默然 我境界提升的已经很快了吧 十月都才过了一半 我金单都多了好几颗 哎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对有种月底的时候就会冲击六品境界的错觉了 你留在这里别动 我再上去看看 如果这真的是另一个我的作品 说不定能找出点线索来 白仙被吐道 他对应的那一位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可身为九幽主宰的他却没有消失 天天还要被胖球怼 他也很绝望啊 他也不知道自己对应的那一位到底干了什么 如果能有线索的话 他也想知道当年自己对应的那一位到底做了什么布置 啊 对了 披上这件被单 白仙被吐再次将那条被单为品取出 扔给宋书航 进入封闭空间内部后 被单就和宋书航处于同一种模式状态 因此可以被他接触到 宋书航将被单包在身上 会有危险吗 不确定 如果这个空间是个失败的实验品 那它里面甚至可能会孕育出恐怖的怪物来 总之 你先待在这里不要乱动 等我回来接你 白仙被吐说吧 身形冲天而起 几夕之后就消失于宋书航的眼中 宋书航从空中降落 他回到田田岛主的洞府门口 就地坐下 封闭空间中的温度渐渐下降 这种含义植入灵魂 连宋书航的体质都有点扛不住 他不由紧了紧身上的被单 在这寒冷的世界中 也只有身上这条被单 能带给他一丝丝的温暖 他不由自主地将身体蜷缩成一团 这姿势有点像什么都能卖大佬的模样 如果这个时候核心世界还能打开就好了 我就能躲回核心世界避寒了 宋书航喃喃道 他张口喝了口气 气息在他面前形成了寒雾 被单中田田岛主的残魂也钻了出来 那毛团一样的光球也缩在被单里一动不动 对了田田前辈 你能感应到自己的其他残魂吗 宋书航问道 按照之前鉴定密法反馈过来的结果 田田岛主的其余魂破旧分散在这个封闭空间中 田田岛主的残魂微微泛量 片刻后一个意念传入宋书航的脑海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上网啊 这个时候别光想着上网啊 先找回你的其他残魂让自己复活呀 宋书航咬牙道 而田田岛主的残魂上的光芒黯淡下去 再没有回应宋书航 正说话间 宋书航感觉周围的气温又开始快速回升 不过几夕时间就仿佛从寒冬进入了盛夏 紧接着 在宋书航的眼前 有一道又一道的身影相继浮现 那是田田岛上的成员 随着气温回升后 这些成员的身影竟然凭空浮现出来 只是在他们现身后都处于僵化状态 片刻后 他们仿佛从时间停顿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各自开始了行动 这一幕像极了当初的避水阁 当初阁主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 避水阁中所有的成员都会解除时间停顿状态 继续各自的行动 第1424集 此时封闭空间内的田田岛成员也像当初的避水阁成员一样 他们凭空出现 又仿佛从时间停顿状态中恢复过来 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有人飞快地奔走 仿佛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有人和同伙散步 闲聊 一派悠闲模样 也有人往吃饭的位置行去 田田岛上的成员也并非全是修士 事实上 田田岛上有很多都是普通人 或者只修炼到一品境界的小修士 这些普通人大多都是修士的家人 为了照顾这些岛上的普通人 田田岛上也会有各种餐厅娱乐的地方 岛上餐厅供应的都是零米之类的零物 就算是普通人在这里生活 也能延年益寿 只是在宋书航的眼中 整个封闭空间依旧是灰色调的 包括这些浮现的田田岛成员 而田田岛的成员们 却仿佛没发现这件事 如果田田岛没有出现大灾难的话 倒是很适合普通人生活 若是这次田田岛能够平安度过危机 那过段时间就将爸妈给接过来 让他们在田田岛生活似乎也不错 宋书航心中浮起了这么一个念头 以宋爸爸和宋妈妈的性格 让他们跑到深山老林里隐居是很不实际的事 而田田岛的这种生活方式 就很适合宋爸爸和宋妈妈 宋书航锁了锁被单 开始思索起来 要不要先在田田岛上逛一下 最好再找几个成员鉴定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 有几位田田岛的成员从他身边经过 但这些田田岛的成员 却仿佛看不到宋书航似的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是我身上这条被单的隐藏身形效果 宋书航心中猜测 这样正好他可以悄悄鉴定一下对方 于是 宋书航悄悄地对准一位路人 伸出自己的右手 先抓个田田岛的成员 来一发鉴定密法再说 你是谁 为什么会鬼着被单坐在这里 就在这时 有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宋书航的右手微微一僵 抬头往声音来源处望去 在那里 有一位金色长发的女子 正一脸疑惑地望着自己 她是凭空出现的 所以宋书航完全没有感应到她 女子的头发看上去呈蓬松状 就像烫过的一样 看上去体积非常大 比她的身体还要大上一圈 她的眼睛是碧绿色的 同样很大 大到让人感觉 她的眼睛是不是PS美图过 金发闭眼富有欧气 但她的五官又明显是东方人的模样 你能看到我 宋书航指了指自己 为什么看不到你 另外你卷着被单坐在这里 显得很蠢 金发闭眼的仙子道 宋书航撇了撇嘴 忽然反应过来 等一下 这个仙子是有颜色的 她那金色的蓬松长发 闭色的大眼睛 还有身上红色的吊带裤装扮 都是有颜色的 显然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你好 我是宋书航 仙子怎么称呼 宋书航问道 啥 你在我的岛上 却不认识我 金发闭眼的仙子道 宋书航眼睛一亮 田田岛主 笨蛋 我是田田副岛主 田田怒道 对不起田田前辈 口误啊 我是九州一号群的宋书航啊 宋书航指着自己介绍起来 宋书航 九州一号群 金发闭眼的仙子一脸迷茫 我不认识 九州一号群是什么地方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忽然有些迷茫 不认识 我们怎么说也在一个群里水了大半年呢 虽然我们现实中没见过 但我怎么说也是险胜了两次啊 群里的前辈都应该已经眼熟了才对啊 果然有问题 眼前的田田岛主 不会也是残魂状态吧 和纸记得上网的田田岛主不同 田田副岛主是不是将记忆中 所有和网络有关的东西都忘掉了呢 若真是如此 继续和他交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 还是直接点吧 与其继续浪费时间 还不如一发鉴定密法来得有效 宋书航伸出右手 逆经武士全套的指尖位置收拢 露出手指 田田前辈 得罪了 宋书航心中暗盗 下一刻 他身形移动 出现在田田副岛主的身边 伸手轻轻往他身上碰去 轰隆一声 就在 宋书航出现在田田身后的瞬间 有恐怖的能量在天空中凝聚起来 狂暴的雷电 堪比半座田田岛大小的巨大陨石 天火从空中纷纷倾倒而下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 田田岛的护道阵法被激活 笼罩整个小岛上空 而在田田仙子所站的位置 有一根地刺猛的刺出 宋书航只好改变自己的动作 他的手指轻轻一挑 田田副岛主的身形被他挑飞到半空 同时他一脚踹向那根地刺 二十一只远古圣元的虚影在他身后浮现 圣元手持儒家经书 和宋书航一起摆出怒踹的姿势 第一次被宋书航踢碎成两段 断掉的下半部分直接被他踩成土渣 同一时间宋书航右手上浮现数道伤口 那是鉴定田田副岛主时所付出的代价 田田仙子的残魂在封闭空间中所形成的投影 拥有本体的部分知识和记忆 在封闭空间中拥有二品级别的战斗力 投影若是死亡 残魂即会破灭 虚空中田田副岛主帅气地翻了个身 稳稳地落地 他抬起头来望向护踪大阵 可恶 是谁袭击我的田田岛 宋书航手臂上的逆经武士全套恢复原状 投影若是死亡的话 残魂也会破灭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田田仙子是投影的话 那田田岛上的其他成员呢 也是残魂所形成的投影吗 你站着别动 我去主持大阵 等我回来 再好好和你谈谈 你到底是怎么混在我的岛上来的 田田仙子咬牙的 说吧 他起身往远处掠去 那是他的洞府位置 也是能控制田田岛护岛大阵的地方 宋书航望了眼天空中的末日场面 叹了口气 然后他身形一动 紧跟在田田岛主的身后 田田副岛主的残魂投影 只有二品境界 一旦死亡 残魂也会破灭 所以不能让他的投影出事 虚空中 劫难不断降落 凡是末日电影中可能出现的灾难画面 都能在天空中找到原形 护岛阵法恐怕挡不住多久 宋书航心中暗道 这灾难来得古怪 说来就来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话说回来 既然田田副岛主的残魂 在封闭空间内形成了投影 那田田岛主的其余残魂又到哪里去了 不会是在这些灾难中死掉了吧 这时天空中有一个愤怒的声音传送过来 在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 宋书航备丹里的那团田田岛主残魂 仿佛受到了召唤 从宋书航的备丹中跃出 往虚空中飞去 与此同时 有一道道的光芒 从田田岛的四处汇聚过来 在那个怒吼声中逐渐融合起来 宋书航停住了脚步 半空中 一位同样金发碧眼的男子身形 在空中凝聚成形 不用介绍 只要看他那一头同样蓬松的金发 宋书航就知道 他是田田岛主 田田岛主的投影现身后 他双手合并对准天空 天使防御法三十五号 神龟托天 随着他的吼叫声 一只由林立凝聚而成的神龟 出现在阵法之外 神龟的背上还背着一块巨背 天空中降临的部分栽结 被这只神龟给挡下 天使防御法三十六号 王龙拉关 天天岛主继续咆哮 他的这些法术 似乎只有大声的咆哮出来 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一只漆黑的巨龙浮现 巨龙的身后拉着一只黑色的大关 和神龟不同 拉着巨关的黑龙不断地游走 身后的大关将一些雷柱和天火 尽数挡下 田天防御法三十七号 火雀焚海 田天岛主的法术还在继续 一只小小的麻雀显现 体型就和小彩差不多大小 小麻雀现身后 张口喷出恐怖的火焰 那片火海又挡下了部分能量型的灾难 好强啊 九州一号群中的前辈全都有着自己的绝招 另外 田天岛主的残魂在群里聊天时 曾经说过他自己是魔法师 现在看来还真有点像 他应该是走法术修士的路子 这是宋说行很羡慕的类型 比起能用拳头解决事情 就不用脑子的体修来说 法术类的修士总感觉要帅气很多 龟龙火雀都出现了 还煞白火了吧 宋说行心中暗道 田氏防御法虽然名字听上去挫了点 但效果感觉很强啊 田氏防御法三十八号 跟精之虎 田天岛主法术还没有施展完毕 身形已经崩溃开了 瞬间化成了三十多个小光点 轰的一声 一颗巨大的陨石突破了防御阵法 往田天岛主所在之处碾压下来 哥哥 田田副岛主焦急叫道 看样子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看我的天师正法雷光一 还是算了 宋说行放弃了使用法术 他的半吊子天师正法 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现身吧 我的终极防御 永不陷落的圣城 宋说行右手抵向天空 三十三受组合法器显现 化为威严的圣城 第1425集 死亡者之墙扩展开了 宋说行凭着自己体内四合金丹庞大灵力的支持 用圣印解开了本命法器上的六品封印 让三十三受组合法器发挥出真军级别的体积 圣城的体积暴涨 一直涨到百余米的高度 宝塔 战谷 号角 仙琴 战旗 一应俱全 三十三受组合法器永不陷落的圣城 是自带出场BGM的法器 虽然只解开六品级的封印 但由于整套三十三受组合法器 都是由八品材料为主打造而成 它本身就拥有着八品的强度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宋书航的本体并没有出现在圣城前方 这次圣城的出现是为了保护田天岛主 他的本体同样全副武装 不过还在田天岛的地面没来得及腾空 这是宋书航第一次站到了永不陷落圣城的后方 轰的一声 那块陨石砸在圣城上 百米高大的圣城和那块陨石比起来也只是差不多大小 永不陷落的圣城剧烈震动起来 宋书航四合金丹的力量被飞快地消耗 圣城 弹飞它 宋书航道 永不陷落的圣城微微倾斜了个角度 同时身上出现一道反弹之力 巨大的陨石一路翻滚跌落到田天岛附近的海域中掀起巨大的浪潮 圣城的防御效果比起田天岛主连续施展的三种田式防御法要更强悍得多 或许我需要的不是去学各种防御法术 而是多炼制一些强大的防御法器 宋书航脑海中浮起了一个诡异的念头 不过这个念头马上就被他甩出了脑海 法器是法器 法术是法术 两者完全不同 而且法术可以和法器相辅相成 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陨石被弹飞后 宋书航的永不陷落的圣城顶在了田天岛护岛大阵的缺口 田天岛的护岛大阵是组合式的 就算一部分被毁坏也不会影响其余部分的效果 虚空中雷柱天火冰山不断地掉落 永不陷落的圣城却仿佛大海中的雕石一般纹丝不动 全副武装的宋书航骑在虾龙神行战车上抬头盯着圣城 他的脑海中不由出现了自己第二金丹上的金丹眼图画面 第二金丹的金丹眼图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 总体上和宋书航现在经历的灾难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各种各样无穷尽的劫难 还分金木水火土各种类型 不过金丹眼图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上 灾难更加可怕 更加令人绝望 虚空中 田天岛主所有的残魂再一次聚集起来 田天岛主的投影再次显现于虚空中 他感激地忘了宋书航的意义 抱歉 书航逍遥 将你全入到田天岛的灾难中了 说吧 他马上投入到对灾难的抵抗中 和只有部分残魂的田天副岛主投影不同 田天岛主的魂魄现在全部在这里 所以他的记忆是完整的 知道宋书航的身份 田天 将防空系统打开 将所有陨石冰山全部引爆 田天岛主叫道 我愚蠢的哥哥 我早就已经准备就绪 田天副岛主回道 下一刻 田天岛的各个角落中 有一些和修正画风完全不同的东西浮现出来 数量众多的对空导弹 炮台相继浮现出来 在田天副岛主的控制下 对空导弹 炮台疯狂开火 风隆声不断 声音震耳欲聋 果然是九州一号群的画风了 宋书航难难道 别指望九州一号群的成员 能一直保持仙霞画风 他们大多数都是实用主义 很久前 宋书航就从宇柔子那得知 林蝶岛附近藏有大量的高科技武器 林蝶尊者似乎有收集重火力武器的爱好 还在林蝶岛附近构建了强大的防空体系 田天岛果然也不例外 各种各样的炮弹 还有一枚枚的导弹冲天而起 锁定那些陨石冰山之类 拥有实体的物体进行攻击 头顶上不断的爆炸声响彻虚空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轰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轰轰 宋书航脑海中再次浮现这条爆炸神教的真理 同时田天岛上的修士也展开了反击 田天岛主的投影再次出手 不断地施展他的田式防御法 哪里有需要他就会冲到哪里 弥补防御上的漏洞 宋书航感觉永不陷落的圣城压力减轻了许多 很好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一波就能守住了 他心中暗道 数小时后 天空中的灾难终于停顿下来 终于结束了 宋书航从自己的手串法器中掏出一枚补充灵力的丹药 药师出品的紫尸丹 对灵力的补充效果一级棒 就是吞服下去后腹部会有极度保障的感觉 田天岛主的投影体落在宋书航的身边 书航小友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否则的话 我的田天岛可能就要被毁于一旦了 岛上的居民的投影 如果死掉的话 也会导致魂魄崩溃吗 宋书航问道 田天岛主点了点头 你们是怎么进入这里的 宋书航又问道 眼睛一闭 眼睛一睁 就在这里了 田天岛主苦笑 一开始 田天岛在处理两条和县市连接的诸天万节通道 空间通道的对面不是什么扇类 于是我们启动了护岛大阵 但是我们双方都还没有开始接触 突然一眨眼的时间 我们整个田天岛都被诡异的力量给包裹了 每一次灾难结束 我的魂魄就会分裂一次 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啊 田天岛主的语气中有种绝望的感觉 她找不到从这个空间中突破出去的方法 而妹妹田天只有一部分残魂进入这个空间 其余的残魂还不知道在哪 而每一次的灾结结束后 她的魂魄又会被强制分裂一次 散于田天岛的四处 等着下一波灾结继续降临才能短暂地恢复 连她准备已久的复活手段都无法使用 这个诡异的空间 就像是一个残忍的游戏空间 每一次灾结之后 田天岛又会恢复原状 岛上除了我之外 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抹到灾难发生之前的状况 连田天也不例外 从始至终 只有我能保持着全部的记忆 而之前几次灾结中 意外死去的居民就永远消失了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田天岛主说到这里 突然又跳了起来 该死 我的身体这次没崩散 灾结还没有结束啊 她抬头盯向虚空 之前 每一次的灾结彻底结束后 她的身体就会再分裂一次 溃散于田天岛四周 难道这一次的灾结还没结束 或者她彻底结束了游戏结束 田天岛主希望是后者 可惜 虚空中猛然再绽放的天火雷柱粉碎了她的希望 果然还没有结束 田天岛主冲天也起 宋书航心中还有许多问题 不过现在先将灾结撑过再说 永不陷落的圣城依旧停留在虚空中 没有被宋书航收回 又一波的天火雷柱落在永不陷落的圣城上 但这些都只是开胃灾 但这些都只是开胃菜 片刻后 虚空中有一枚枚的导弹和炮口浮现 锁定永不陷落的圣城 灾结升级了 轰隆声 导弹 炮弹 灵魂穿甲弹 还有各种各样宋书航不认识的导弹型武器 疯狂地朝着圣城倾泻而至 这位家伙 特摸的是天洁的弟弟吗 宋书航暗暗咬牙 现世中的天洁会现代化 没想到连这封闭空间中的灾结 竟然也会现代化 爆炸声持续不断 武器的威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画面 现在已经接近70%的呈现 先是火焰 雷柱 冰结 各种元素攻击 然后是各种现代化武器的轰击 封闭空间的灾结所具现化出来的武器 一开始都是模仿天天岛的武器 但后来它又仿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计算系统 武器越来越先进 爆炸的威力越来越大 宋书航的心中不安起了 再这样下之的话 核弹系列会现身吗 它这念头才刚浮起 虚空中就有一枚很眼熟的弹头浮现出了 核武 不能让它落下来 宋书航催动永不陷落的圣城 其上装载着海豚音波巨炮和七彩石雕宝塔 对着那核弹头疯狂攻击起来 轰隆声 一朵熟悉又壮观的蘑菇云在天空中爆开 永不陷落的圣城散架了 法器本身并没有受损 毕竟是全套八品的主材料打造的法器 强度杠杠的 只是他们无法再维持圣城的模样 分散为三十三寿组合法器 回归宋书航 而在圣城散架的同一时间 宋书航第二金丹上的金丹眼图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金丹眼图上的圣城同样散架了 第1426集 宋书航第二金丹眼图上的图案竟然发生了变化 那座永不陷落的圣城开始崩溃了 这种事情宋书航要是讲出去 诸天万机的修炼者肯定要喷他一脸口水 所有无品修饰都知道 金丹眼图落笔无悔 你画上去的图案是怎么样的 就永远是怎么样的 从来就没有更改的说法 更不可能产生变化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画重点 很严肃 要是金丹眼图上的图案还能改变 那还叫金丹无悔 不如改叫金丹随便悔好了 有那么一个瞬间 宋书航自身也很惊讶 从他晋升无品后 当然也恶补了和无品灵魂有关的知识 知道金丹无悔的说法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淡定 老夫的第四盒金丹眼图还会搞动画呢 区区局部金丹眼图的变化 根本就不算什么 崩就崩吧 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好了 金丹你开心就好 宋书航感觉自己的心脏变得特别大 无论金丹眼图变成什么样 他都不会过于惊讶 有种的你特摸的从金丹眼图上蹦出来啊 虚空中 三十三寿组合法器回归 田天岛的护导大阵就缺了一块 核武被宋书航在半空中打爆 爆炸的威力也被圣城挡下 不过爆炸的余波和天火雷柱 飞快往圣城消失的空白区域涌来 赤销剑前辈 宋书航沉声道 功德舍美人献身 张口将赤销剑吐出 并将它递到宋书航的口中 然后他自主地守护在宋书航身边 赤销剑一出来就吐槽出声 每次总是在最后才想起我 就不能让我早点出来放放风吗 哎 因为赤销剑前辈是我的底牌啊 哪有一出场就亮底牌的 宋书航右腕一转 摆出焚天火焰刀的起手势 嗯 你说得很有道理 毕竟我的威力这么大嘛 赤销剑很满意宋书航的回答 准备好了 有几品级的威力 八品就行 以你我现在的状态 若是想要发挥出九品级的威力 恐怕就只能出一刀了 太浪费了 宋书航道 他一直维持着永不陷落的圣城六品形态 来抵挡天灾 要不是他有四合金丹 早就撑不住了 而赤销剑前辈的灵力也没有恢复 能量全满的赤销剑 不用宋书航配合 自身就能斩出长生者级别的刀意 赤销剑毕竟是法器和修饰不同 他恢复灵力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只要有八品级的斩机 威力也够用了 焚天火焰 到 宋书航挥动起赤销剑 熊熊燃烧的火焰从赤销剑上浮现 刹那间 宋书航周围浮现出大量的雾气 那是周围的水气被瞬间蒸发而产生的 宋书航附近的花草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大地干裂 赤销剑上的刀意强恨霸道 仿佛连天都要焚灭 今天 这一刀当真要焚天 现在正对胃口 远处 田田副导主惊讶地望向宋书航的位置 宋书航一箭挥出 那焚天之火席卷向上逆天而起 燃烧一切的火焰 弥补了圣城的防御 在那焚天的火焰中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毁灭 雷柱 天火 冰晶 陨石 触手 玄水 所有的一切 刚沾到火焰 就被化为灰烬 化为焚天之火的燃料 宋书航收回赤销剑 微微喘气 四盒金丹 有点撑不住啊 如果我有更多盒的金丹就好了 赤销剑道 你还真想要一肚子金丹不成 不用一肚子金丹 串一串项链就好 宋书航打趣着开口 目光同时锁定天空 这灾结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再这样下去 就算它有赤销剑也撑不住的 更心塞的是 田天岛的护岛大阵会先一步撑不住 咔咔声 说来就来 虚空中又有七块护岛大阵的区域碎裂开了 每一块都有圣城大小 完了 宋书航叹了口气 一口气连碎七块防御 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下去了 如果这封闭空间像田天岛主所言 是一个恶劣的游戏的话 那这游戏的体验感 只能用极差来形容 这么多的缺口 我也无能为力了 除非你有办法 让我一下子充能 恢复到最佳状态 赤销剑道 唉 如果我有这种充能手段的话 我早就用了 宋书航苦笑 就连田天岛主的魂魄投影体 都愣在了半空中 田天岛的护岛大阵 连备用的阵法都已经启动 顶替到各个缺口中去了 现在他是真的没有手段了 这个时候只有祈祷了 宋书航道 你先叫 赤销剑疑惑问道 白剑被或者是白剑被吐 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好 反正向两位白剑被祈祷吧 宋书航道 轰隆一声 雷柱的速度最快 从那七个护岛大阵的缺口处落下 他们落下的同时 又会分散开来 化为漫天雷蛇 披向田天岛的所有成员 功德舍美人取出功德平天官 带到自己头上 平天官中的功德之力 同样只恢复了少许 这点能量只够他来守护宋书航 而田天岛上的其他成员 并不在功德舍美人的守护范围内 宋书航气韵丹田 张口就是一发狮子吼神功 白前辈 我们要完了 Help me 这门狮子吼功法 还是宋书航当初从葱娘身上 得到的战利品 宋书航的吼叫声响彻天地 只希望白前辈兔 能听到他的求救声 田天岛主眨了眨眼睛 白前辈在附近吗 吼龙声 雷光闪烁中 有一道身影跨越空间而来 出现在虚空中 这道身影一现身 便抬头望向漫天的雷蛇 然后他浑身颤抖了一下 面对漫天的雷蛇 他马上就怂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这道身影飞快地蹲下 双手上举抱住脑袋 千年第二三四圣 怒怼天节的第一是 抱头蹲防 爸爸你是我爸爸 下手经典 轰隆隆的雷蛇不断地 劈在这道身影身上 但却无法伤害他分毫 不仅如此 从他身上有许多肉眼 很难看到的能量线 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 田天岛的所有成员 所有的田天岛成员 包括田天岛主 和田田副岛主 全都不由自主地 缓缓蹲下 他们的手全部颤抖着 不受自己控制地 放到头顶 田天岛全体成员 施展怒怼天节第一事 在雷鸣闪电中 所有田天岛的成员 和虚空中那位仙子一起 有节奏地摇摆起来 傀儡仙子 宋书航惊喜地叫出声了 跨越空间而来的 正是突然消失不见的 傀儡仙子 他竟然也在 这个封闭空间中 也就是说 白剑妹也在这里 楚楚也在吗 高空中的傀儡仙子 在抱头蹲访的同时 橙色的双眼 瞄了宋书航一眼 然后又转回头去 继续在雷柱中 瑟瑟发抖 雷电加姓宋的家伙 总会让他想起一些 黑暗的回忆 有傀儡仙子的协助 天雷之后的天火 冰晶 陨石 触手 玄水 从虚空中不断落下 但都没有办法突破 抱头蹲访组成的防御阵营 傀儡仙子身上 扩散出去的那些能量丝线 将所有人都纳入了 抱头蹲访网络中 不仅将所有人保护在内 更通过这种方法 将所有人的能量汇聚到一起 强化抱头蹲访的防御力 有傀儡仙子在的话 这不灾结稳浪了 宋书航松了口气 我撑不了多久的 傀儡仙子看到宋书航的表情 就能猜出他心中在想什么 别忘记了 我现在的身体 是由乱七八糟的材料 修复而成的 要使这劫灾的时间更久点 你有想不出对抗的办法 结局还是完蛋 白仙辈呢 宋书航急忙问道 有重要的事情 分不开身 傀儡仙子回道 宋书航望着自己右拳上的 逆经武士拳套 思索起来 要试试爆发类的技能吗 逆经武士拳套上 有个五品时 可以使用的附带能力 逆经金身 这是一个爆发类的秘术 另外 每一种三十三兽组合法器上 都有类似的爆发类秘术 比如 王霸专家之盾上 有先规金身 金师王者之墙上 有金师金身 五品之后 宋书航就可以激活 这种爆发类秘术 代价是使用后 会有一段的虚弱期 以及三十三兽法器 同样会耗尽灵力 短期内无法使用 如果同时使用 三十三种爆发秘术 会怎么样呢 宋书航突发奇想 当然 他也就是想一想 一口气使用 三十三种爆发秘术 太作死 会死的 你经金身 宋书航先激活了一种 感觉自己的身体 完全承受的祝后 他又激活了第二种 显规金身 仙鹤金身 牛王金身 巨蟹金身 犬神金身 黑羊金身 神马金身 玉渡金身 穿山甲金身 一口气激活了十种爆发秘术后 宋书航才感觉自己的身体 差不多到达了极限 能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这个状态 或许自己能一口气解开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上的 极品封印 正思索间 宋书航第二金丹的金丹 眼图上 盛程彻底崩溃成碎片 盛程前 那位盔甲男子也发生了变化 他摆出仰天长笑的姿势 接着 他从金丹眼图上 蹦了出来 第1427集 说蹦就蹦 有种就是这么任性啊 金色盔甲战士应照而来 请问 你就是我的爸爸吗 感应到这家伙蹦出来后 宋书航愣了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 这位大爷还真的 从金丹眼图中蹦出来了 望天 我现在又怎么办 想来想去 就只能望天了呀 同时 宋书航感觉自己周围的时间 仿佛停顿下来了一般 天空中不断落下的灾结 四周燃烧的火焰 跳动的闪光 都停顿了下来 就仿佛被施展了 时间停顿的法术 不过 宋书航感应得出 这并不是时间停顿 而是他自身的思维速度 被加速到了一种极限 才造成了这种错觉 仅仅是他自身被加速 而外界并没有变化 下一刻 他脚底下的土地变得透明起来 仿佛化为了海面 从金丹眼图中 蹦出来的金色盔甲男子 就如同倒影一样 出现在海面之下 宋书航站立着 而那金甲男子 倒立而战 金甲男子的口中 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他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跪倒在地 用头撞击海面 撞弱疯狂 金甲男子是以倒影的位置 出现在海面以下 站在宋书航的角度 可以看到金甲男子痛苦的表情 金丹眼图依旧是 永不陷落的圣城 是以宋书航自己为原型绘制的 这金甲男子的模样 和宋书航几乎一致 痛苦疯狂绝望不甘 这是因为圣城崩溃的原因吗 金甲男子和宋书航本体之间 产生了共鸣 刹那间 那种痛苦和绝望 宋书航仿佛感同身受 随着男子抓狂的模样 在他的背后 组合成圣城的33兽 组合法器组件 再次浮现出来 开始重新融合组装 宋书航和这金甲男子间 那种共鸣之感越来越强烈 从他身上 组成圣城的组件 同样浮现出来 开始组合成全新的状态 33兽组合法器的 第三种状态要出现了吗 宋书航这套本命法器 除了永不陷落的圣城外 还有因为白前辈的原因 开启的状态二 永不平息的暴怒残阳 只是这状态二 宋书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他心中有些头绪 不过保守估计 想要熟练地使用永不平息的暴怒残阳 应该要等他晋升六品之后 而现在33兽组合法器又一次地更改形态 这是要出状态三的节奏吗 咔咔声不断响起 骆驼猛士之炎 圣像统帅之助 猫妖先机神门 三种本命法器 组合成了一个崩溃的圣城 而其他的所有组合法器 则全部浮现在金甲战士的身边 处于一种随时可以组合成形的状态 宋书航身后的33兽组合法器 与金甲战士的法器同步发生着变化 组合完成后 金甲战士爬起 再一次仰天咆哮 他的身形开始膨胀起来 从一开始和宋书航相等的正常身高 一路疯涨 几息之后便变成为60米之高的巨人 宋书航默然地看着他的变化 这一招变化我可学不来了 我只是个正常的人类啊 就算将我充气也充不到60米高的 啊 学不来学不来学不来 太抢人所难了 宋书航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便听到自己的身体发出一阵嘎吱的怪响 真要将我变成60米的巨人啊 他心中有点慌 好在巨大化的并不是宋书航的身体 而是他身上的33兽组合法器所形成的盔甲 逆经武士拳套 仙鹤君子一官 独角牛王头盔 穿山甲护心镜 巨蟹黄金战甲 玉兔仙子披风 犬神将军之戒 黑阳勇士之戒 千里神马之旅 王霸专家之盾 实践组合法器很巧 正好是他之前激活了爆发秘法的 十种金身对应的法器 整套盔甲不断的膨胀 包围60米高大的钢铁巨人 在每个男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驾驶巨型机器人的梦想 就在今天 宋书航既完成了蓝天梦后 驾驶巨大机器人梦也被完成了 就是这完成的方式 一如既往的不科学 此时 宋书航的身体正处于 逆经武士全套之中 这位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正常来说 我的身体不是应该 处于脑袋或是心脏的位置吗 为什么身为主人的我 会出现在右拳的位置呢 宋书航总有种 一会战斗起来时 巨人会使出钢铁飞拳之类的技能 将他这个主人给喷射出去 当武器的错觉 毕竟 永不陷落的圣城 会将他这个主人关在门外 巨人将他这个主人扔出去当武器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在钢铁巨人完成变身的瞬间 宋书航身体的加速效果也停止下来 外界的一切恢复如初 灾结继续 爆头敦房也在继续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天天倒主的投影体 就算保持着爆头敦房的姿势 也依旧看到了宋书航 吊炸天的状态 六十米高的巨人出现在天天岛上 有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在宋书航的脚底下 那个金甲战士从海面中爬了出来 片刻后 他的身影融入宋书航的钢铁巨人之中 顷刻间 钢铁巨人仿佛被注入了魂魄 独角牛王头盔上 有一层面罩落下 钢铁巨人的双眼处 有赤红的光芒闪烁而起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状态一 暗 圣尘崩溃后 那毁灭万物的巨人 宋书航心中 自然而然地浮现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的名称 不是状态三 而是状态一的变化形态 这是圣城被摧毁后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契机 才会出现的另一个状态一 轰的一声 毁灭巨人抬起脚来 向虚空踏去 一朵巨大的黑色莲花浮现 拖住毁灭巨人的脚掌 一步一莲花 几步之后 毁灭巨人已经挤出田田岛防御大阵 出现在那些灾结的正下方 在毁灭巨人的身后 是崩溃状态的圣城 正不断地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那是圣城在直屑地崩溃时 发出的被毁灭的鸣叫 从巨人的眼中 射出赤红色暴力的光芒 轰的一声 一块巨大的陨石砸落下来 毁灭巨人抬起手来 对准陨石 钢铁飞拳 不 不是这个 王者断头抬 宋书航 今时王者之强 白虎王者之强浮现 一上一下合并 乌贼暴君双刀加入其中 组成了断头台 王者断头台组合完成后 下一刻同样如同吹气一样 膨胀起来 化为数百米高大 刚好卡住那块巨大的陨石 断头台上的断头刀不断地升降 转眼间就将那块巨大的陨石 切成了渣渣 陨石之后是熊熊燃烧的天火雷柱 还有漫天的冰晶 简行塔 宋书航再次出声 七彩石雕宝塔浮现后 便倒转着旋转起来 将所有的天火雷柱冰晶 吸入塔中 冰沙王者之枪紧接着浮现 封住了宝塔底部 最终老元圣师立剑浮现 他幻化出千道利刃 从宝塔的窗户处扎入塔中 将所有的天火雷柱和冰晶 绞杀一空 毁灭巨人那赤红的双眼 又盯住灾结的最后一波 那是树科比之前威力更大的核武 目前还处于成型的阶段 巨熊铁娘子 宋书航伸手点下那些 还没有成型的核弹 雄炎军团战鼓和鼠魔虐杀 到次同时浮现 一外一内化为熊壮的铁娘子刑具 体积也同样疯狂暴涨起来 铁娘子打开 将那数枚还没成型的核弹装入其中 然后又快速合拢 同时体型猛地缩小 其中的鼠魔虐杀倒刺 开始了激烈绞杀 轰轰声 一阵爆炸的烟雾 从巨熊铁娘子的间隙中喷出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 第一批死在铁娘子刑具下的核弹 毁灭巨人将灾结一扫而空后 仿佛还没有发现满足 九尾天狐之弩 海豚音波巨炮 巨鹿老君之弓 狼牙撕裂之剑 同样扩大化 出现于他的背后 弩弓 狼牙剑 巨炮朝着虚空疯狂地惊泻而出 每一击都射到虚空的极限 产生耀眼的爆炸光芒 那能将天天岛整个摧毁的灾结 却被毁灭巨人轻易地摧毁了 此时身处逆襟武士全套中的宋书航不禁沉思极了 他感觉到有点问题 是关于能量的问题 和能量守恒定律有点关系 毁灭巨人爆发出如此屌炸天的攻击力 横扫天天岛上的灾结 按理说应该要消耗很大的能量才对 光是催动60米高的巨人行动 所消耗的能量就应该很庞大 更别说后面那一系列恐怖可怕的 断头台 剑行塔和铁娘子组合形剧了 说实话 宋书航已经做好了被抽成人干的心理准备 但事后他发现自己的能量依旧很饱满 他体内的灵力几乎没多少消耗 那么问题来了 毁灭巨人行动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支持着他行动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他到底从哪里汲取力量用来对抗灾结呢 哗啦啦的 毁灭巨人完成任务后 他庞大的身体开始分解 一件件组合法器分散开来 浮予宋书航的身前 宋书航一眼扫过 六十六 没错 是六十六件组合法器 多出来的三十三件法器 是从哪来的 宋书航一脸懵逼 第一千四百二十八集 难道是白仙被吐 宋书航除了自己身上这一套本命法器外 还组合了一套中焉的圣剑给白仙被吐 刚才自己向白仙被求救后 白仙被就将傀儡仙子送了过来 那么这另外一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会不会是白仙被吐送过来的呢 合情合理 宋书航伸手一招 其中一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回归他的体内 同时 他第二金丹上的金丹眼图画面 又发生了变化 那个金甲战士 从毁灭万物的巨人状态解除后 就悄然回归了宋书航的金丹眼图 此时的金丹眼图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画面上 圣城崩溃 金甲战士化为巨人 他的四周浮现数十种不同的刑具 包括刚才出场过的《王者断头台》 《剑行塔》 《巨熊铁处女》 除此之外 还有《绞杀之环》 《十字酷刑》之类的刑具 围绕圣城的攻击 全部被狂暴的金甲战士给推平 金甲巨人赤红的目光 依旧与画面上那四分之一体积的巨眼对视 两秒后 金丹眼图刷的一遍 换回了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原图 再过了两秒后 金丹眼图刷的再一遍 变成了毁灭万物的巨人图案 两张图相互转换 间隔时间为两秒 闪来闪去 简直瞎眼睛 宋书航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图片格式啊 为什么我的金丹眼图要这么任性 一言不合还会从金丹眼图上跳下来打人呢 啊 罢了 只要接受这种画风 其实还蛮带感的 宋书航的 不就是动态闪图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他又望向空中余下的那套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刚才那个毁灭万物的巨人形态 显然不是现在的他能催动的状态 那巨人简直猛到爆炸 展现出来的实力远超八品境界 可以说 宋书航现在是在越阶体验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的能力 而越阶体验的消耗 都是由眼前这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提供的 若非如此 宋书航早就被抽成人干了 若是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啊 他此时已经去独条复活了 哎不对 他的复活金币冷却时间还没结束呢 所以 若是刚才的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就要成为九州一号群里 第一个被自己法器抽干能量而死的道友 未来黄山前辈很可能会用他作为教材 警告未来加入群的萌新道友们 在不知道天天岛灾节还会不会降临之前 这套组合法器还是留在我这比较妥当 宋书航心中暗道 他伸手一招 准备将第二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召唤过来 这套法器虽然送给白前辈兔了 但本质上还是他炼制的本命法器 应该能受他控制 但这时空中的第二套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却嗖了一下 往虚空中盾去 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说走就走 还走得贼快 宋书航正愣了片刻 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从虚空中降落下来 傀儡仙子一解除了爆头蹲防模式 降落到宋书航的身边 随后 田田岛上残余的护岛大阵也全数解除 谢谢你 书航校友 田田岛主出声道 这封闭空间里的灾节一次比一次沉重 这次若不是宋书航在场 田田岛恐怕真的要保不住了 宋书航道 不用客气 田田前辈 若是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空间的话 就早点离开吧 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田田岛主说话间 他的身体又碎裂开了 他的身体裂成了数十份 啪的一下分散开来 落在田田岛的各处 而随着田田岛主的分裂 整个田田岛又开始了还原模式 残破的护岛大阵 岛上被摧毁的建筑全部还原如初 紧接着 田田岛上的那些岛民也一个个消失不见 整个过程充满着诡异 唯一不受影响的就是拥有肉身的宋书航和拥有实体的傀儡仙子 两人并肩而战看着田田岛的变化 片刻之后 田田岛又恢复为那个灰色的世界一片死寂 岛的四周灰色的海水泛起一片片浪花 等下一次灾结出现时田田岛主的魂魄碎片又会聚集起来 恢复为完整的田田岛主投影 岛上的成员也一个个苏醒过来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上一次灾结中死掉的成员 下一次就永远不会再出现 宋书航转过头来望向傀儡仙子 仙子 白仙面有解释过这个封闭空间的事吗 说实话 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傀儡仙子叫什么名字 傀儡仙子从没有提起过 宋书航也没问 不过话说回来 即使他问过恐怕也是白问 傀儡仙子是远古天庭时代的成员 他的道号要是爆出来 估计也和阿锦分成仙子一样 以宋书航现在的远古天庭语言等级根本就念不出来 傀儡仙子摇了摇头 然后又想起了一件事 他将那张丑陋的鬼脸面具重新戴上 将自己的容貌遮掩 这时赤销剑前辈出声了 感觉上 现在的天天岛就像是葱娘玩游戏时游戏里的副本 灾结就像是游戏玩家 每隔一段时间过来刷一下副本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刷完就走 而每次灾结 玩家离开后 副本又会重新刷新 葱娘最近都在玩游戏 她已经放弃努力修炼要比我更强大的愿望了吗 宋书航捏着下巴微微一笑 赤销见到 如果我是她的话 也早就放弃了 就算得到了九修凤凰刀这件大外挂 葱娘想超越宋书航的梦想依旧遥遥无期 而且 九修凤凰刀显然对宋书航更亲热 明明葱娘才是八修 但相较起来 宋书航却更像是九修凤凰刀的主人 或许 九修凤凰刀默认她是主人的主人 所以权限更大 赤销见想起了她第一任主人赤销子道长当时的预言 这颗傻葱未来会成为天道 现在看来 除非天底下所有的长生者都死绝了 而且要好几千万年都不会再出一尊长生者 葱娘才有那么点希望晋升为天道 哎 话题突然就歪了 不行 她的境界太低了 怎么说也是我的妖宠 以后我得督促她修炼才行 宋书航言罢 又扫尸着灰色的天天道 现在只希望两位白前辈能快点解决封闭空间的事 否则 若再继续下去 等下一波灾结过来时 天天道撑不住 我也得玩玩呢 她还不想死啊 哎 对了 楚楚呢 宋书航又想起一件事 当时楚楚 傀儡仙子 白前辈都待在餐厅中的吧 还有那几个机械改造人战俘 她话音刚落 身边突然有空间波动 楚楚的身影从空间中蹦了出来 世尊 您叫我 宋书航没有作声 双眸小心地打量着楚楚 楚楚又道 世尊 我刚才一直和白前辈待在一起 我们正在闯三十三座宫殿 一路上都是白前辈在刷怪 我就负责在边上观望 现在白前辈刷到第十宫了 因为战斗的余波杀伤力太大 所以白前辈就先将我送了过来 有收获吗 宋书航问道 和白前辈一起闯关 总有种高手在前面开怪 萌新在后面捡高手不要的装备的既视感 另外 刚才赤销剑前辈说过 田天岛就像是一个副本 而白前辈在那边闯三十三宫 也像是游戏的一种 这封闭空间 不会是以各种游戏为原型 鼓刀出来的吧 有一些收获 不过这些东西 应该是别选仙机比较喜欢的 楚楚掏出好几本书卷递给宋书航 宋书航翻开一看 第一本是 仙除基础剑法入门 剑术 逗我玩的 宋书航忍不住道 仙除的话不是用刀的吗 蝶雪仙机的刀法就特别好 无论是大刀小刀还是长刀短刀 它都很擅长 特别是扎起腰子来 那是一扎一个准呢 仙除用剑 您这是在为难我们这种 剑术天赋为父 刀法天赋绝佳的人吧 第二本是仙除33火焰法 和炼丹一样 仙除也拥有特殊的灵火 用来烹饪各种各样的食材 这倒很正常 但是33这个数字 为什么出现得这么频繁呢 第三本是仙除基本功 这本内容比较复杂 里面有各种食材的处理法 比如妖兽材料的妖气处理方法 灵兽类食材要怎么搭配 天才地宝类食材需要按怎么样的搭配法 才能激活最大的效果 接下来还有仙除33种基础菜谱 仙除33种终极菜谱 诶 又见33这个数字 全是仙除方面的密法 宋书航抬头望向楚楚 楚楚点了点头 宋书航想了想突然问道 诶 楚楚 你有没有转职仙除的想法 楚楚一脸懵 啥 我感觉这套密法和你有缘呢 宋书航道 所以你要不要抽空试着练习一下 会不会影响修炼 楚楚问道 不会的 我认识的前辈除了修炼外 都还兼修辅助类职业 有练单的 有制服的 有化阵的 配合得好的话 辅助职业还能给修炼带来帮助和感悟呢 宋书航道 楚楚问道 那师父你呢 呃 宋书航一时语色 第1429集 我有什么辅助职业 制服课证我都不会 连幻术阵法和天师阵法 都还是这几天才刚开始修炼的 才学了点皮毛 和九州一号群里的前辈比起来 宋书航最特殊的地方 恐怕就是死得多了 但死得多又不是辅助职业 啊 好绝望啊 想了半天后 宋书航终于想起了自己可能擅长的技能 哦 我练过单啊 当初我就是靠着练单的能力 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成就呢 师尊你会练单 楚楚羡慕地望着宋书航 他出身修针小社家 所以特别能体会到丹药的珍贵 以往在楚家的时候 一颗丹药 他都恨不得能分成两颗来吃 当初楚家好不容易自己培养出了一位炼丹师 但那炼丹的成功率却低得让人发指 仔细计算下来 他炼丹消耗掉的药材和资源 比到外面直接买成品还要贵 啊 嗯 会一点点 宋书航微笑着 试图飞快地转移话题 要是继续在炼丹这个话题上 继续下去的话 他只炼制过脆体液 而且炼药石 还是用电磁炉的事 就要掩不住了 而且 埋头苦修并不是最有效的修炼方法 接触浮道 阵法 丹道 先除之道 都能起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反而能让修炼速度得到提升 宋书航 虽然修炼的时间还不足五个月 但他认识的可都是大佬 这些理论和知识 他在九州一号群里待得久了 听得多了 也就知道了 常年混在大佬堆里的萌新 在不知不觉中 就掌握了很多的知识 楚楚点了点头 那 我听师尊的 试试先除职业 其实我感觉 自己在做菜方面 还是蛮有天赋的 而且 你在剑道上也有天赋 按照这套先除秘法 你的剑术天赋也不会被浪费 宋书航道 不过 仙除需要大量的食材做实验 我们手中有食材吗 楚楚问道 放心吧 食材会有的 宋书航保证道 他的核心世界这么大 现在大部分的土地都闲置着 没有利用起来 如果楚楚要学习仙除的话 那他可以考虑去购买一批 实用型的灵兽 异兽过来 在核心世界中放养 然后还要移植一批药材和灵质 33兽先天仪气功加百兽训养大权 本来就是训养灵兽的最佳功法 在训养灵兽的时候 还能得到灵兽身上的反馈 让33兽先天仪气功的修炼速度得到提升 到之后 楚楚和小彩都可以辅修百兽训养大权 训养灵兽提升功力 然后等食用型的灵兽成熟后 又可以供楚楚练习仙除之道 一举数得 对了 自己核心世界还有个远古天庭食堂111号 要是这食堂能够顺利解封的话 就连除去都省了 楚楚可以直接在天庭的厨房中修炼厨艺 做菜时还可以配上核心世界的活拳 简直完美 这个计划可行 核心世界就应该合理利用起来 天天岛的沙滩边上 宋书航 傀儡仙子 楚楚正排排坐 看着潮涨潮落 也不知道天天岛的灾结 每次间隔多长时间 哎 仙子 你的身体还撑得住吗 宋书航询问道 傀儡仙子对他传音 如果只是七品孙者级的灾结 我还能撑得住 宋书航叹了口气 上一波灾结就是八品级别的核武了 接下来一波的威力肯定会更大 哎 白前辈他们还没搞完呢 宋书航轻声道 宋书航 你们还在岛上 这时白前辈的声音 在宋书航的脑海中响起 宋书航也不知道 这是白前辈兔还是白前辈的声音 反正在他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感觉上都差不多 是的呢 我们还在天天岛的沙滩边上 宋书航回复 白前辈的声音道 你们升天 天天岛要回归现实了 升天 是飞到天空中吗 天天岛的事情解决了 宋书航问道 白前辈的声音道 对 飞到天空中去 免得被卷入其中 天天岛已经没意思了 没意思 宋书航心中疑惑 白前辈或者白前辈兔 到底在干嘛呢 正说话间 整个天天岛已经发生了变化 原本是灰色的天天岛 此时仿佛被染上了各种颜色 从灰白变成彩色 天天岛上的居民一个个浮现出来 他们同样由灰白变成了彩色 与此同时 分丧在全岛的天天岛主魂魄 全部聚集过来 再次形成了天天岛主的投影 又要开始了吗 天天岛主的眼中充满着疲惫之色 就算每次恢复后 他的灵力能量精神力 都会恢复到最佳状态 但是一次次的栽结 一次次的重复 令他心灵上的疲惫无法恢复 天天前辈已经结束了 宋书航的 天天岛主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结束了 结束了 天天岛要从这个空间中出去了 您的肉身可能已经被摧毁 如果回归现实的话 您可能需要激活复活阵法 宋书航提醒他后 和傀儡仙子楚楚一起腾空而起 傀儡仙子和他都能踏空而行 楚楚则由傀儡仙子提着飞天而起 结束了 天天岛主缓缓低难着 这时 虚空中有一道光柱落下 笼罩着天天岛主的身体 光柱折射 投影出一张画卷 那是天天岛和附近海域的画卷 是天天岛主的金丹眼图 天天岛主的金丹眼图很繁杂 在金丹眼图中可以列入上品 他为了完成这张金丹眼图 在无品境界停滞了很长时间 金丹眼图越是复杂越是壮观 在金山六品时就会越强大 天天岛主的金丹眼图 原本已经只差最后一笔点睛 但现在他的金丹眼图发生了变化 金丹眼图天天岛的上空 出现了漫天的灾结 就和之前天天岛面临的灾结一样 金丹眼图中 天天岛上的防御被破开 天天岛主脸色一变 金丹眼图落笔无悔 他还从没听过 金丹眼图还会被改变的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金丹眼图发生了变化 天天岛主心中有些不安 远处宋舒航出言安慰 天天前辈不用担心 金丹眼图发生变化 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而且你的金丹眼图上 只是家里一些画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天天岛主有点懵 没什么大不了 金丹无悔呀 这关系到他的未来 要知道修炼一道 一步错步步错 容不得一点马虎 放心真的没事 不如回到现实后 我带天天前辈你看看动态的金丹眼图 还有动画式的金丹眼图 有了对比后 你就能更加的放心了 宋舒航继续安慰着对方 天天岛主一脸懵逼 不过他很快就没有时间去理会宋舒航了 他进入了一种顿悟的状态 意识潜入到丹田的金丹面前 抬头望着自己的本命金丹 和其上的金丹眼图 明明他现在是魂魄状态 在这个世界中 仅是魂魄形成的投影 但是他的金丹和金丹眼图都在 他伸出手来 在金丹眼图的正中央轻轻一点 这一点化为微弱的光芒 微弱的光芒和头顶那恐怖的灾结 形成鲜明的对比 天天倒主的脸上 却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金丹眼图的最后一步 点睛完成 这一点代表着心生 哪怕是再恐怖的灾结之下 天天倒永远不会被毁灭 天天倒主出生的 下一刻他和整个天天倒 全部消失不见 宋说行 傀儡仙子 楚楚浮在半空中 眼见脚下的世界 变为了灰色的大洋 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希望天天前辈 能平安回归现世 宋书航轻声的 别随便给别人插旗 赤霄剑总感觉最近宋书航的嘴巴有点厉害 尤其插旗的时候 一插一个准 天天倒消失后 那道之前笼罩着天天倒主的光芒却没有消失 依旧停留在原地 刚才天天前辈似乎是在光芒的照顾下 一口气完成了金丹眼图的最后一笔 这光芒可能是灾结试炼结束后的奖励 那如果我进入光芒 会不会一口气将我第二三四核心上的金丹眼图最后一笔都给补上呢 宋书航在强烈的好奇心怂恿下脚踏黑莲靠近光芒 他没有直接进入光芒 而是先试着伸出手去 用鉴定秘法鉴定光芒 宋书航的手指才微微接触到光芒 就被光芒给吞噬了 他进入了顿悟状态 金丹眼图的最后一笔的冲动要来了吗 他心中有些小兴奋 可是他意料中的点睛冲动并没有浮现 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条奇怪的公式 欲外天魔血魔王族核心加血骨加十枚血魔珠加宋书航等于超级宋书航 宋书航一脸懵逼 超级宋书航是什么鬼啊 不过他大约明白了一件事 血魔核心加血骨加十枚血魔珠 就能让血魔核心产生变化 要不要趁热试试 想到这里 宋书航将核心、血骨、血魔珠 从手串法际中取了出来 第1430集 关于血魔核心 宋书航曾经猜测过 通过血骨或是血珠 应该能为血魔核心进行充能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尝试 现在从光柱信息中得到的提示 果然和他猜测一样 血魔核心、血骨、血魔珠被同时取出后 同时被光柱的光芒笼罩 光柱就仿佛是一台加工机器 原材料被投入后 他就开始工作 在光柱的力量影响下 血骨、血魔珠中的力量被提取出来 血魔珠本身就是类似于灵石的结构 是白前辈的实验品直接就可以使用 血骨则是上回那只悲剧的血魔挂掉后的遗留物 它里面蕴含着独属于域外天魔的特殊力量 十枚血魔珠一粒粒化为魔血 缠绕着那枚王族血魔核心 血骨中那道独属于域外天魔的血魔力量被抽出 和魔血缠绕在一起 最终在光柱的加工下 两者被一同灌入血魔核心 原本暗淡的血魔核心被充能后 开始散发出血色的幽光 成功了 宋书航伸手接住血魔核心 而那根被抽空能量的血骨则被光柱排斥 要被当成废品丢出去 就在血骨快要被排出光柱的时候 功德舍美人的手臂飞快伸出 一把将血骨抓住将它收藏起来 功德舍美人有收集宝物的癖好 另外属于他的宝物绝对不会轻易交给别人 在得到赤销剑之前 血骨可是他的武器之一 收起血骨后 功德舍美人又消失不见 宋书航抓着血魔核心 抬腿离开光柱 只要血魔核心充能完成就足够了 至于抄击宋书航什么的 听名字就完全提不起兴趣 这年头不要以为加个什么超级啊 极品就很帅气 超级啊极品啊之类的形容词 都被人给用烂了 他又不是超级赛亚人 若是换个霸体宋书航 王者等级宋书航的话 说不定还能引起他的兴趣 再者如今他的复活金币冷却时间还没到 他是不会去尝试作死的 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 哎人呐身上要是没有几个复活法器 做什么事情都提心吊胆的 老不自在了 宋书航感叹道 如果他身上的复活冷却时间已经到了 那可能有万分之一或者更小的几率 他会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 尝试一下超级宋书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赤小剑健身轻颤了几下 又很快安静下来 有件事情他一直不知道要不要和宋书航说 据他陪伴在宋书航的这段日子里的经验 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每当宋书航欢天喜地得到一件复活法器后 过不了多久 他就死了 限定在五品前使用的复活法器 宋书航绝对不可能留到五品 四品时就用掉了 限定在六品前使用的复活法器 同理绝对撑不到六品 五品时绝对会被用掉 或许 宋书航身上有绝对不浪费一枚复活法器的属性 所以赤小剑感觉 宋书航身上如果没有复活法器的话 说不定他还能活得久一点 不过这个规律还只是他的猜测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不要说出来 宋书航回到了傀儡仙子的边上 师尊 你有什么收获 楚楚好奇问道 他看到宋书航一脸满意的模样 那光柱莫非是有什么好处 宋书航微微点头 这光柱是个好东西 托福 我的血魔核心充能完成了 对了仙子 趁着光柱还没有散去 你来朱楚进去看看 也许能得到一些感悟和好处 光柱应该是这个封闭空间对田田岛主的奖励 如今田田岛主已经离开了 光柱又没散去 当然要趁机蹭一波机缘了 不蹭白不蹭嘛 蹭机缘这事宋书航特别喜欢 这种幸福感仅次于在书店蹭书 傀儡仙子思索片刻 带着楚楚往光柱掠去 他们刚接触到光柱 就被光柱笼罩包裹 楚楚拜师宋书航的决定 真的很正确 成为宋书航的弟子后 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已经享受了修真界大部分修士 梦寐以求的石仙宴 然后是圣龙梦境 还跟着白前辈在三十三宫中闯了石宫 收获大量仙厨秘术 现在又能在光柱里溜一圈 蹭一波田田岛主的机缘 甚至未来 他的本命法器都不用愁 宋书航已经准备等他四品时 就去向白前辈兔要点八品圣渊尾毛 直接一步到位 练持八品级的本命法器 对于修士来说 人生在世有两种技术活 第一种技术活是投胎 这技术难度比较大 要是能投个好胎 拥有一个好爸爸或是好家族 修炼方面就能比散修轻松太多 要是投胎时 能顺带获得超强的修炼天赋 那就更棒了 第二种技术活 那就是拜师了 要是能拜到一位好师傅 效果绝对不比投个好胎差多少 甚至有些拜师技术满直的修士 在完成拜师后 顺带着还能将双修倒吕 这个令人头痛的事情给解决掉 修士和凡人不同 有漫长的寿源和无视岁月的青春摆在那里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有爱情 年龄和身份根本不是问题 前段时间 修士日报还刚采访了一位叫做更一刀的年轻修士 他成功攻略了自己的师傅糊涂仙子 阔湖化名 结为双修倒吕 成为了自己大师兄的师工 这种事情最喜闻乐见了 整个新闻中 最受伤的就是那位 连名字都没提的大师兄 你嘛 以前萌萌的小师弟 一夜之间变成了自己的师工 这让大师兄怎么接受得了吗 大师兄心好累啊 还好他的名字没有登报 和大师兄一起心累的还有二师兄 当然也少不了三师兄 因为更一刀道长是小师弟 他们比大师兄还惨 报纸上连提都没提他们 而类似的事情在修真界发生的越来越多 总之 寿远漫长加青春常在 有时候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傀儡仙子和楚楚被光柱笼罩后 老半天都没出来 透过光柱 隐约可以看到傀儡仙子在调整自己身体的灵件 而楚楚似乎陷入了顿悟状态 看样子他们俩获益不小 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出来 宋书航寄出虾龙神行战车 坐在战车上 开始研究这枚血魔核心 血魔核心在充能完成后 就不断地散发着血色的幽光 看起来特别诡异 看起来特别诡异 而那种低难的魔音也变得更强烈起来 没用的 无论你的魔音有多厉害也无法影响到我 宋书航轻声道 他对这种诱惑之音完全免医 随后宋书航又突发奇想 血魔核心应该是类似于修饰金丹之类的东西 这东西要是炸开的话 会有多大的威力呢 和那个核心反应炉比起来 哪个威力会大点呢 如果将其中所有的能量完全引导出来 转化为爆炸 毁灭一个小镇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我不推荐你这么使用 这种原始的使用方法是巨大的浪费 赤消剑平静地回复的 宋书航突然脑洞大开 诶 赤消剑前辈 要不将它装到你的身上去 为你提供点能量 想都别想 赤消剑道 不要随便想着在人家身上装东西 懂吗 剑也是有尊严的 正说话间 功德生命人再次现身 一把将赤消剑抓了起来 然后小嘴一张 将它吞了下去 赤消剑虽然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其实我只是感觉这种低级的能量核心 装在我身上太掉价了 毕竟我是长生者神兵 再差也要装个九品杰仙级别的核心呢 赤消剑在功德舍美人的肚子里大叫 功德舍美人歪了歪脑袋 然后又钻回宋书航的体内 别呀别回去啊 至少让我再放风一会儿啊 赤消剑的声音依然回答 宋书航的嘴角微抽 赤消剑前辈 您的尊严早就掉光了 不过赤消剑刚才的话提醒了宋书航 长生者神兵 赤消剑前辈 是赤消子道长的神兵 他最近有种感觉 仿佛赤消剑随时会回到赤消子道长身边去世的 想想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因为这段时间 他觉得自己和赤消剑前辈相处得很好 赤消剑前辈懂得也多 还能协助他施展坟天火焰刀 比起随身携带老爷爷要给力多了 宋书航叹了口气 然后又继续研究这块血魔核心 在这期间 他用鉴定密法鉴定了一下这个东西 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用 不过鉴定密法反馈过来的信息只是 这是一块充能完成的血魔王者核心 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信息了 宋书航沉思片刻后 试着往这块血魔王者核心中输入了点灵力 修士在研究东西时都有这个爱好 灵力有时候很万能 无论什么东西若是研究不出结果来 就输点灵力进去 说不定就能产生变化 宋书航猜对了 灵力输入血魔王者核心后 真的引起了异变 血魔王者核心那些低男生 全部消失不见 随后 大片血红色的光芒 从血魔核心中释放出来 在宋书航的眼中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鲜血神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